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的節目 今天這裡有我新西蘭的意識台詳 還有社長Ray 文王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網向編輯報》、《正向報》和《沙里冷氣》 繼續壯大 還能無食力量 好了 今集回來跟大家更進一些美國的話題 現在福奇好像被人圍繳了 就是這樣說 在一個比較理性的國家 應該對於搞防疫的技術官員 應該是尊重一些的 很奇怪 現在在美國共和黨那幫人 現在有一部分繼承了特朗普的位置 雖然特朗普還沒死 但是他離開了總統大位 是啊 現在就有幾個共和黨 還要是比較受注目的共和黨人 那就不斷狂咀這個福奇 福奇當然啦 福奇反擊 福奇反擊戰 他就說共和黨人的一些指控是 怪誠的 怪誠的 或者滑稽可笑 那事實上也是 我覺得 事實上他有幾滑稽可笑的 為什麼呢? 就是最新近的就是這個參議院 Lince O'Graham 他就是藍卡的議員來的 那當然是共和黨啦 那他又是怎樣 咬阿福奇呢? 他就是在推特咬阿福奇 所以都是繼承阿川普那種行動的啦 那他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叫阿福奇去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 那在那裡 其實政府是努力應對這個移民問題的 那這個Lince O'Graham就叫福奇 喂 你去看看啦 第一手親眼目睹 這個美國的最大超級傳播事件 那這個Graham就說 成千上萬的中美洲移民 現在就是拘留在那些人滿遺患的設施那裡 不斷散佈這種病毒呀 那其實中美洲移民是不是真的會 將病毒引到到處都是呢? 老實實 就是這件事情就應該不會的 現在正在處理著 就是德州和聯邦政府都在處理著這個問題啦 但是德州當然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之前我也說過 他們將那些防疫措施完全放寬的嘛 那現在就有一些反彈的跡象 那些數字 那他們那些議員就賴這個移民啦 就是中美洲入境美國的人是有新官的 就是這個本身已經不合常理了 就是你這樣說的其實已經是某程度上是 對於移民群體是一個侮辱來的 就是你就說這些移民呢 或者你可以用非法入境者來講啦 就是全部都是帶困者來的 都是新官帶困者 但是其實他們已經是有隔離的設施的嘛 它是沒錯的那些地方是人滿為患的 但是都是在隔離的嘛 它跟市面上的美國人是沒有接觸的嘛 最初的時候是 那這個Lindsay O'Graham呢 他就說如果你福奇擔心新官的擴散 你就要去我們南部邊境 擔心一下那裡的情況啦 if you are worried about the spread of COVID you should be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at our southern border 那其實國土衡安全部的官員呢 已經說了的了 所有進去美國的警察 都要接受新官的測試的 在需要的時候呢 就是隔離 Isolated or Quarantine 就是兩個都是隔離的意思 其實政府還表示了一樣東西 正在跟墨西哥政府和國際組織密切合作 要求這個國際組織 跟著幫一下忙 在那些移民進入美國之前 幫忙測試那些移民 不過聯邦政府官員都承認了一樣東西 由於這個移民的人數激增 在很少的情況之下呢 有些移民呢 未接受19檢測呢 就被放到去市區了 就是這個德州市區 那美聯社的報導呢 這個associated press 他說有些 就是測了是陽性的移民呢 就送了去德州的酒店隔離的 其實有些人呢 就是將福奇和福奇沒有關的問題 聯繫起來 哇哦 這樣 因為福奇和邊境那些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的 他都管不了的 管不了的 因為他那個職責 只是負責防疫那一方面的東西而已 那邊境有什麼問題 如果說邊境官員那些人士不勝仲賦的話 那是關福奇什麼事呢 不關我 那他還把這個Lindsey Graham這個福奇說 你叫我去邊境坐 這些不是我的工作來的 having me down at the border that's not really what I do 你怎麼會拿這個東西來插他的呢 那個border應該插回你前任的總統嘛 特朗普嘛 border搞到他一窩足這樣 不過應該插就插 是 你說 現在他就插 不好意思 他們為什麼會插拜登呢 就是因為拜登他比較人道一些 處理這個邊境的問題 那就引到那些邊境那裡 多了很多人要移民去美國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那你不讓人進來 就是沒有問題啦 就是特朗普的邏輯就是 你不讓人進來 那人家就帶不了這19人過來咯 那現在 就是你這樣 有這麼多移民在邊境 那你就這樣咯 你讓那些 中美洲的那些賤民走進來咯 其實他們那個共和黨的態度是這樣 那其實你看到的 拜登他現在捉那些基建 那些根本上都要大量勞工的 就是你說美國人用機器 不買很需要勞工 這個就絕對不是的 基建都要的 都是要很多勞工的 那現在那個情況就都幾麻煩 那福奇就當然了 就是共和黨人不斷攻擊他 還有Marco Rubio 黃之鋒的朋友 還有之前白宮痴瘡高顧問 不是是白宮顧問 就是那個貿易顧問 Peter Navarro 就是那個又是那個瘋子來的 還有就是白宮前任的Chief of Staff 就是辦公廳主任 Mark Meadows 這幾個人就是不斷攻擊福奇的 是的 福奇就說 這些人說的話 有點奇怪 福奇還在這裡說 我好像已經變了這個 是的 就是共和黨人的替罪樣 福奇就說 由於某些原因 我已經成為他們不喜歡的東西的象徵 是的 有什麼東西就賴他 A symbol of anything they don't like 這個好笑 有一個呢 福奇呢 他就 媒體都要做訪問 Political其實就是 華盛頓郵報的前總編搞的一個媒體來的 那麼 他就 講到 就是共和黨不合理的攻擊 他就集中講這個 疫苗的數據 那麼他就說呢 政府會不會強制執行 整一個這個叫做 疫苗護照這樣的計劃呢 他覺得是有點懷疑 就是 拜登未必會強制做這件事 不過他都說了一件事就是 那個社會呢 應該會回到大流行之前 那個時間 他預計的時間就是深秋 或者初冬的時候呢 就會恢復正常 就是社會的行為 不過當然了 這件事呢 是要有條件的 就是打疫苗的速度要好像現在這樣 如果現在繼續這樣高速打疫苗呢 那麼他就大概說 喂 深秋初冬 搞定了 美國應該 那麼在那個 就是訪問那裡呢 福奇就說他 在這14個月來呢 都沒有放過一天假 都挺慘的 這個老人家其實 而且沒有人尊重他的 就是阿琛時代 就是 那在換了大統領之後呢 福奇呢 就從一個在醫學界 那些人認識的人物呢 就變成呢 現在全國都認識的人 基本上是 那麼 那 霍士這個新聞 當然是 就是繼續要 破這個抗疫後腿啦 那麼在一次採訪裡面呢 他就找了這個 Peter Navarro去問 就問一下Peter Navarro 究竟福奇是怎麼樣呢 跟著這個 這個 Navarro呢 就說 福奇啊 他這個根本呢 就是有一個 社交病 Sociopath 或者叫他 反社會分子 還有 這個是一個很喜歡 說謊的人來的 福奇啊 跟現在的疫苗 沒有關係的 福奇究竟是什麼東西的父親啊 福奇啊 他是真正的病毒之父來的 嘩 那呢 這個 本身這個人 都有點癲癲的 過去的時候 他什麼都說得出來的 是啊 就是竟然呢 就是阿琛那些官員 全部都是現在就是 就是很團結的攻擊這個福奇 嗯 還有呢 就是 福奇當然說 哇 你很奇怪啦 是不是啊 就是這些這樣的批評 是不是啊 這樣的評論 奇奇哩哩哩的 就是這個 Peter Navarro的 免得回應這些這樣的評論 就是覺得很奇怪 是啊 還有一個參議員 不好意思啊 不是參議員 這個呢 就是眾議院來的 那就是白宮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佩多西 Meadows Mark Meadows 那他就說 作為這個 美國國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所長 為什麼他不對南部邊境上面的問題 直言不諉呢 為什麼他不說出來啊 怎麼說啊 不是 共和黨又在推特上咬他 其實現在 其實阿琛那些病毒 已經惹到全部共和黨都中了 就是個個變成阿琛 是的 個個都變成阿琛 以前就一個阿琛 現在就不是 現在共和黨就惹了一堆阿琛出來 黨人都要說 是啊 他說 沒有政策 無論在醫療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這個福奇啊 其實啊 在阿琛在白宮的時候 他都不會出聲的 我覺得很奇怪啊 我們還沒聽到 這個福奇啊 對拜登 把幾千個未經測試的移民啊 就是放到美國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這個福奇還不出聲啊 其實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福奇啊 以前在阿琛做總統的時候 什麼都要加一腳的 現在 拜登做的時候 為什麼不出聲啊 這樣 因為你以前 特朗普不行啊 又不聽他說 又不聽人說啊 特朗普 好 那福奇就有時候 就會加一腳踞下去咯 去修正它咯 去修正它咯 很多時候 福奇就站在特朗普下面的 以前的 那 2月尾的時候呢 這個 阿之鋒的朋友 Mark Rubio 又發推特呢 就說這個 福奇的工作呢 不是或者嚇 不是誤導 或者嚇美國人 去做正確的事情 其實他就說 戴口罩那些事情啦 是 那我就說福奇呢 很難 就是回應 又不發出敵意的 他就 福奇就說 他就否認了 他不是在人中間 散布恐懼 相反 他是根據科學和數據 提出建議的 這個福奇阿哥 這個Political 當然要問他 究竟 共和黨人這樣攻擊你 會不會 就是令到你很困擾啊 那福奇呢 就說 有得去的啦 我自己太忙了 現在試圖維護 美國人民的安全和健康 我不能夠因為 這些這樣的事呢 而分心的 或者感到困擾 那些人呢 他還說 那些人是 自命不凡 就是說 共和黨的人 是自命不凡的人 自己覺得自己很重要的人 是瞭來瞭去的 那剛才呢 講到 那個 Mark Meadows 講的東西呢 有些翻譯呢 我剛才是講錯了 因為我剛才看的時候呢 就看不清楚 他那句說話呢 他用了Double Negative 就是他就說 哎 根本啊 這個 福奇 他什麼都出聲啦 川普做的時候 什麼政策啊 無論是伊聯 或者其他方面 福奇啊 都是會伸一腳發聲的 那剛才我那裡 最初講的時候 可能講得不清楚 這裡大家留意一下 總之就是 福奇 現在在拜登上了一場之後 他就變了 什麼都不出聲 就是現在嚴格來講 就是這個共和黨人 對福奇的指控 那麼 福奇現在 就是同人不同命的 其實說真的 就是大家都是搞這個防疫 你看 在中國 鍾南山講話 基本上人人都聽的 狗頂啊 這個福奇 都是一言狗頂 講一句就 給九個人頂 就是大家都是一言狗頂的了 就是中國就是 中國就是 中國鍾南山就是一言狗頂 就是講了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就是什麼 是嗎 但是福奇就不是 都是另一個人一言狗頂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一群狗頂他 哈哈哈哈 就是現在沒有辦法了 美國他只是靠打疫苗而已 因為其他事情已經做不到的了 那麼 應該美國呢 就 服償的機會都幾高的 我覺得 就是只要打齊的疫苗的話 那麼 之後會怎樣呢 會不會有些死硬派出來反疫苗 就是一些共和黨友 說不打疫苗 寧死不打這樣 那就不知道了 那麼 好了節目來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